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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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趙悠 一講到力量訓練 大家都會想到五乘五 五足五下這種訓練方式 好像已經變成力量訓練的代名詞 但是五乘五這種訓練方式 絕對不是力量訓練最好的方式 至少不會是讓你練一輩子的訓練方式 我也曾經通過五乘五得到很大的進步 但是這種訓練方法不一定總是有效 通常只對於力量訓練的新手效果是最好的 為什麼五乘五會對新手特別有效呢? 通常新手缺乏正確的技巧 也缺乏神經連結 這種五乘五的刻表就是在幫你培養這些因素 以Strong Lift五乘五為例 為什麼你要每一組做五下? 如果你選的重量可以做超過五下 代表重量比較輕 新手不會用比較確實的態度跟知識訓練 代表無法學習到正確的技巧 而小於五下代表重量相當重 在這麼大的重量 新手容易錯誤代償 同樣也沒有辦法學習到正確的技巧 而一週三次以及每次五組的訓練 代表著相當足夠的練習機會 讓你好好學習這些動作 也建立起該有的神經連結 但你仔細想想就會發現 每次訓練你都要加2.5公斤 一週三次你就要增加7.5公斤 一年後你就要增加超過350公斤 這是一個完全不可能達到的目標 這種五乘五的刻表通常跑個2到6個月就沒有用 你會不停的卡關再卡關 這時候該怎麼辦? 因為我的觀眾大部分健身年資都沒有很長 如果你也只練個1到2年 那我會建議你先不要急著找別的力量訓練課表 如果想要舉得更重 你應該做的是增加更多的肌肉量 你可以考慮先停止跑任何力量訓練課表 先專注在提升肌肉量上 增加肌肉量代表增加你的訓練量 也就是降低一點重量 然後每一組做更多下 當然肌肉量不代表力量 我們不能從兩個人的外型差異 就直接斷定誰的力量比較大 但是如果是自己跟自己比 對於一個已經有力量訓練經驗 而且已經掌握動作的技巧 提升肌肉量絕對是可以讓它舉得更重 提升肌肉量不代表你要變成健美選手 你只需要增加一點訓練量 多攝取一點熱量 加入一些槓尼以外的動作就可以了 就算你的目標是增加力量或是建立三項 也不代表你完全不用做肌肥大訓練 一個可以深蹲200公斤的人 腿一定不會多細 一個可以握推150公斤的人 胸肌也不會太小 不需要排斥肌肥大訓練 因為肌肉量絕對是力量的基礎之一 就算你的神經連結再好 你還是需要收縮肌肉來產生力量 這點是不會變的 多做一些啞鈴臥推、啞鈴滑船、引體向上 分腿蹲這類的訓練 他們都是很好的肌肥大訓練動作 對你的力量發展絕對很有幫助 最後我想要說一點 如果你是一個體型、身高、體重都一般的男生 沒有過胖過瘦 也沒有什麼特殊疾病 可是你的臥推不到0.8到1倍體重 深蹲硬舉不到1.2到1.5倍體重 我想你需要的不是什麼課表 也不是增加肌肉量 你就只是練得不夠久 或是練得不夠認真而已 我沒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但真的有很多人可能稍微卡關一下 就會想東想西 覺得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 結果發現根本沒有照著課表走 常常一週只練個一兩天 有很多理由撬掉訓練 這樣當然沒有辦法進步 你只是做著努力還不夠而已 不要想太多 認真練就對了 希望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假如你喜歡這個影片 也請幫我按讚 分享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關注我的粉絲團跟IG 那邊會有更多照片跟健身知識的分享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謝謝大家 掰掰